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泰国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每天都有高楼大厦平地而起 此时的泰国各行各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 最能够反映经济增长的就是人们在精神层面的追求 也不断丰富和提高了起来 像是泰国最家喻户晓的国民级艺人Bert Tung Chai 又或是泰国殿堂级摇滚乐队 Kalabau,Losso等等 都是成名于这个时期 也诞生了许多经典名曲 甚至不少筷智人口的中文歌 其实都翻唱自那时的泰文歌曲 经济方面 在87到96年的十年间 泰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了9.5% 更是在1996年 泰国的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的大关 被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同年的俄罗斯也只是2600美元 而中国在当时仅有700美元 此时的泰国和马来西亚 印尼、菲律宾被并称为亚洲四小虎 成为了当时在全球最受瞩目的投资目的地 众多制造业、金融业纷纷涌入 一时间风光无量 但谁都没有想到 就在这社会一片繁荣 百叶巨星 人们对未来充满无限遐想的时候 一双幕后的黑手 却也同时伸向了这里 然而泰国这只年轻的幼虎 此时完全沉浸在了这表面的繁华景象 全然忽视了一场巨大的阴谋 正在悄悄靠近 但当泰国开始意识到的时候 却是为时已晚 不仅亚洲四小虎 甚至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 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而泰国则成为了这场风暴中 第一个被击倒的国家 受到风暴打击最严重的印尼 直接造成了2000万人的失业 由此在隔年引发了 黑色五月事件这样的人间惨剧 数千华人遭到屠戮和迫害 而造成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 仅凭一己之力 就让这些正在崛起中的 新兴经济体直接瘫痪 甚至是直接影响了之后的世界格局 本期的泰国档案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场重创泰国经济 甚至一度让泰国彻底躺平的 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大家好我是曼谷猫 上一期的泰国档案里 猫哥介绍了曼谷最著名的烂尾楼 沙屯独特大楼 那造成它烂尾的最大原因 就是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而引爆这场危机的 正是著名的金融大鳄 乔治索罗斯 做空泰铢而开始的 当时的泰国究竟是什么样子 会引来索罗斯这样的人注意呢 为什么泰铢会被做空呢 这一切对泰国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先别急 我们把时间推回到80年代 带大家认识一下当年的亚洲四小虎 比起亚洲四小虎 相信大家更熟悉的应该是亚洲四小龙 他们是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亚洲四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亚洲四小龙这个概念呢 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傅高义先生提出来的 傅高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著名东亚研究学者 精通日文中文 傅高义之所以会用四小龙这个概念 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大龙 早已将亚洲其他国家远远甩在身后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托亚入欧 不跟你们玩了 虽然经济体量达不到日本的水平 不过亚洲四小龙赶上了先进国家 向新兴国家转移密集型劳动产业的这波快车 在90年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和技术的积累 一跃成为亚洲先进国家地区行列 那根据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耀 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著名艳行理论 先进的国家地区在完成了产业升级后 会越来越远离密集型生产行业 而这些产业会转移到比他们相对落后的地方去 在日本和四小龙都已经完成产业升级的情况下 泰国、大马、印尼、菲律宾 这几个越越越式的新兴工业国家 自然而然地承接了密集型生产行业的任务 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在80年代后段和90年代前段的10年左右 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增长 因此得到了亚洲四小虎这个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文圈里 Four Asian Tigers这个词表示的其实是四小龙 并不是四小虎 四小虎的英文是Tiger Cup Economies 英文里并没有用到四这个数字 到了2000年代之后 发展迅速的越南也被加了进来 现在亚洲四小虎这个中文名词 已经几乎不再使用 逐渐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1985年英美日法德五国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 当然其他几国只是陪跑 真正的主角是日美两国 美国为了挽救自己的制造业 必须需要美元贬值 而日本的境界在当时强横无敌 人均消费水平极高 他们也需要强横的日元来匹配消费 因此这个协议双方一拍即合 但只不过天真的日本人没有想到 美国拍的不是日本的手 而是大耳瓜子 从此日本的噩梦开始了 随着日元大幅升值 日本引以为傲的产品卖不出去了 尤其是汽车 卖不出去了自然也就没钱消费了 那如何才能让日本的产品重新获得竞争力 Make Japan Great Again呢 那只能是节省成本 但是大多数厂子在尝试了一切节约成本的办法之后 依然收效甚微 这时候整车行业的老大 Toyota发话了 要不大家把厂子都搬到泰国吧 这边啥都有 大哥都在这边逛摇 啊不 耕耘了好多年了 路都铺好了 来吧 那看到大哥发话了 这些汽配厂就纷纷的把工厂转移到了泰国 一时间呢 大量的资金涌入了泰国 同时这些日企也为泰国创造了数不清的工作岗位 其他先进国家的资本看到日本正在疯狂的逛摇 耕耘泰国 也都纷纷盯上了这里 一时间美国 欧洲等等的金融业 制造业 地产业等等 都带着大把的钞票杀到泰国和整个东南亚 由此泰国开启了疯狂的黄金十年 人均GDP由87年的900多美元 提升到了96年时的3000多美元 泰国人早早的就家家开上了小汽车 此时的泰国虽说还达不到纸醉金迷的程度 至少也算是东红酒绿 深歌厌舞 可以说泰国在80年代后期的迅速崛起 都是要靠着以日本为首的外资力量 不过这种过度依赖外资的资本结构 也为日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当时的泰国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 以及更低成本的筹集美元 采取了美元挂钩制度 美元挂钩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 将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维持不变 主要被新兴国家用来稳定本国货币的价值 美元挂钩的优点是可以抑制本国货币的波动 使外国投资者更有信心投资 但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受美国利率政策影响较大 并且需要庞大的外汇储备作为支持 当时的泰国采取的就是这种制度 将美元和泰铢的汇率 基本固定在了1比25左右 泰国政府认为 只要跟美元牢牢绑定 泰铢就没有暴跌的风险 绝对会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者 但有一个问题是 固定汇率这件事 可不是你说固定就固定的 是需要泰国的中央银行不间断的通过买卖泰铢和美元来维持的 简单来说就是 泰铢升值就买美元 卖泰铢 打压泰铢 泰铢贬值就卖美元 买泰铢 还升泰铢 不仅泰国如此 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当时也都是采用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模式 靠着这种模式 的确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 泰国的信誉良好 吸引到了大量外资 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但我们都知道 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在达到某一阶段之后 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事件 导致增速放缓 甚至是停滞 泰国经济的一次警钟 在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 敲响了 时间来到了1996年 这一年的泰国经济虽然也在持续增长 但增速却有所放缓 全年只有5.3% 相比起上一年的8.1%来说 明显是有些疲软了 造成经济增速放缓 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美元大幅升值 第二 人民币大幅贬值 为什么这两个原因会影响到泰国经济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先来说美元大幅升值 1995年 当时的美国受到国际收支赤字困扰 于是克林顿政府主导了强化美元的政策 因此美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大幅升值 那究竟美国要怎么做才能让美元升值呢 这个大家不用特意去了解 美国只要想 它就做得到 那我们前面提到 此时的泰铢是和美元挂钩的 美元升值意味着泰铢也跟着升值 泰铢升值对泰国有什么不好吗 有 泰国是严重依赖出口贸易的外向型经济体 说句简单易懂的话就是 货出的去 钱进的来 泰国 但是泰铢升值就会严重影响泰国的出口 打个比方 日本的汽车在泰国生产 组装 然后再卖回日本 去年和今年都一样卖50万泰铢 但是去年我只要花200万日元就能买 今年我却要花250万日元才能买得到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就变成250了 这样解释如果你还听不懂 我再打个比方 如果今天麦当劳突然无预警的 说账价50% 你会怎么做 没错 你会去吃隔壁的肯德基 那谁是这个肯德基呢 正是当时正在崛起的中国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 对外资企业进入持相当友善且欢迎的态度 而在当时尚且十分廉价的劳动力 以及90年代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都让资本的目光逐渐由东南亚转向中国 而不断升值的泰铢 以及日渐高昂的劳动力 都让泰国失去了 作为劳动密集型国家的竞争力 泰国的快速经济增长 在96年这一年猛的踩了一脚刹车 也正式终结了黄金十年 但是泰国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因为有一个人等待的正是这一时刻 随着美元不断升值 泰铢也跟着不断升值 但美元强势靠的是美国的综合国力 而泰国在出口竞争力不断下降的背景下 泰铢依然这么强势 这个就显得十分不合理 用专业的话说叫估值过高 大家可以理解为此时的泰铢是德不配位 我们还是拿餐饮来举例 比如一家餐厅的生意火爆 门庭弱势 那他当然有理由可以把价格定得很高 但如果这家餐厅完全没有客人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降价 直到有客人来 而不是死守着高昂的价格 把自己拖垮 很显然当时的泰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严重矛盾的地方 还死盯着美元不放 但你没注意到 不代表别人也没注意到 有一个人 敏锐地从看似繁荣的东南亚诸国中 察觉到了这一矛盾点 这个人就是乔治·索罗斯 此前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 曾在1992年成功做空英镑 而获得巨额收益 一战成名 作为对冲基金的行业大佬 索罗斯非常善于发现市场中 那些被高估的股票和货币 然后通过做空的手段 让这些泡泡破灭 而这一次索罗斯最先盯上的 就是泰铢 那既然发现了泰铢被高估的这一点 要如何才能实现获利呢 当然就是对冲基金最熟悉的套路 做空 索罗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第一步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联合国际油资 和泰国银行借了大量泰铢 有多少借多少 当时的泰国银行 为什么要借给索罗斯泰铢呢 在那个年代 泰国银行的利率非常高 这么做是为了吸引大家都来泰国存钱 但索罗斯一来就是要借钱 泰国银行一想 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利率这么高你还借钱 但是人家有资产抵押 也不用担心他还不了钱的问题 泰国银行心里就偷着乐 美国佬真是傻叉 到时候连本带利的收钱 根本就是躺赚啊 当然了 在酒精考验的资本主义战士索罗斯面前 泰国银行还真的是太嫩了 接下来索罗斯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步 抛售泰铢 1997年2月 索罗斯开始在市场上抛售泰铢 此时的美元对泰铢上在1比26左右 索罗斯此时抛售泰铢 就是想造成市场恐慌 引起洋群效应 人们一旦对泰铢失去信任 就会纷纷换成美元 抛售泰铢 造成泰铢的大幅贬值 但前面提到过 泰国此时实行固定汇率 泰国央行会将这些泰铢不断买回 并售出外汇储币中的美元 从而稳定汇率 因此 试水了三个多月的索罗斯 不仅没有撼动泰铢的汇率 还因为要偿还银行的高额利息 损失了几亿美元 但此时此刻的索罗斯 却气定神闲 因为他知道 泰国那点可怜的外汇储备 已经快要耗光了 一旦泰国的外汇储备耗光 央行便再也放不出美元 以维持泰铢的汇率 泰铢就会失手崩塌 你可以理解为 这一场战役的双方 外汇储备就是泰国的弹药 索罗斯以及他的对冲基金 则是无穷无尽的丧失 但要打完了 游戏也就game over 最终 1997年的7月2日 泰国政府宣布 固定汇率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泰铢改为浮动汇率 这一天 泰铢暴跌了17个百分点 四个月后 美元对泰铢为1比54 泰铢价值腰斩 而计划的最后一步 索罗斯不慌不忙地履行了之前的合约 用此时的美元汇率兑换了泰铢 外加一点利息 还给了银行 带着几十亿美元的收益 扬长而去 背后则是早已哭晕在厕所的 泰国人 97到98年间 泰国的GDP总量 共下降了12个百分点 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因此索罗斯也被当时的泰国总理称为 吸取人民鲜血的经济战犯 而索罗斯随后采用同样的方式 继续席卷了整个东南亚 甚至是东亚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韩国等国 都不约而同地受到了攻击 其中印尼和韩国的损失 甚至比泰国还要惨重 间接导致了98年 印尼的黑色五月事件 韩国还拍了一部电影 国家破产之日 都体现了这场风暴 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随后 东南亚诸国不得不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 开启了漫长的还债之旅 泰国于2003年宣布偿还完所有债务 以泰铸的购买力来计算 直到2006年 泰国才恢复到了1996年的经济水平 在这之后 泰国加强了外汇管制 限制了外国人贷款 和进入股市楼市等等一系列举措 另外为了防止重蹈覆辙 泰国疯狂的增加外汇储备 目前泰国的外汇储备量 在2400亿美元左右 位列全球第12名 可谓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纵观上世纪的亚洲金融风暴 看似是索罗斯造成 但其实也是东南亚自身的经济泡沫 和不完善的金融体系 给了索罗斯这样的机会 经济的增长都有它的周期 每到一段时间 必然都会经历旺盛和萧条 这是自然规律 哪个国家都逃不掉 即便当年不是索罗斯 也会有索罗门 甚至是索罗图之类的人 和资本出现 去戳破这个泡沫 让泰铢等等这些被高估的货币 回归到它匹配的价值 资本没有善恶之分 只有它逐利的特性 而索罗斯所做的事情 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 让自己和投资人获益 不然我买你的基金 难道是让你拿去赔钱的吗 的确啊 资本过后 一地鸡毛 但若没有资本 你连毛都没有 不过此次的亚洲金融风暴 对于泰国来说 也不完全都是坏事 至少对某些人来说 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二年 一个有着华人系统的富商家族 在泰国成立了一个政党 对之后泰国的经济复苏 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围绕着他们的争议 也是最多的 这便是著名的 他信西纳瓦家族 而这个他信家族 究竟做了什么 又是怎样的下场 则是另一个故事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曼谷猫 我们下期见